本场比赛是天津全剑参加亚冠联赛前,进行最后一场中超联赛,对阵一方的比赛。 本场比赛结束后就将在主场迎战日本这一联赛路倒路脚牙冠的第二回合比赛。最近天津全剑从球队外援问题的阴影下逐渐走出来,在最近的联赛中除了大笔分输,给中超7冠王广州恒大淘宝对外,已经保持两轮联赛不败,球队复苏态势良好,基本上从心理上和成绩上,消化了维特赛尔和莫德斯特外援影响问题,在目前缺少主流。 在目前缺少主流外援的情况下,全剑全队上下只能继续挖掘内部潜力,更加认真细致地研究对手,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技战术打法。 抑制对方,同时尽最大努力,发挥自身的特点,以达到所需要的目标,对阵一方的比赛。全剑可以假想对阵路倒路脚的提前演练。 如果全剑想要继续晋级下一轮的话,必须在主场大大进攻大起,尽可能地早进球,可以通过一方的联赛提前演练。 一下进攻套路,本场比赛全剑主帅保罗索萨可能会轮换一部分球员以保存实力。 应对亚冠联赛,大连一方虽然是升把马球队,但是球队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赛季前半段一直处于保级区域,最近一方连赛连续取胜拿到较多的分数,已经脱离将棘区,并且与保级球队,在积分上拥有一点的优势。 因此全剑想要在主场轻松拿下,对方不是很轻松的,应该。 说全剑更应该重视这只升把马,特别是一方的超级外援卡拉斯科、盖塔和穆谢奎的三叉级组合。 近期大有大杀四方不可阻挡之势,大连一方名帅舒斯特尔中途接手球队,对基础条件不是很好的球队,进行的改造出剑成效。 背后更有安达集团这个大金主,可以说一方本赛既保级前景大好,值得全剑主帅保罗索萨注意的是,先后两场比赛连续较量,如果应对得当可以跨过这道坎。 如果一旦两场比赛,没有收到自己满意的结果,球队就会陷于被动之中。 只是目前对内球员气氛还比较乐观,巴西金童帕托时常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消息鼓舞自己和所在俱乐部,用这样一种方式计划解了自身的压力,同时也变相地鼓动身边的队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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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